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盧靜典,保洁项目的负责人 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呢 预计每周至少推出一支影片 来分享我们在这个业界所看到的一些生态 或者是常见的QMA 以及新品发表、新品发布预计 或者是开箱 开什么箱? 开我们自己的箱 这个礼拜呢,这一集是我们的第一集 我先分享一下我们最常见的QA 然后这个QA呢,会带出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工作理念 以及当我们设计一些产品的时候的出发点 也就是我们的初心 何为单放研磨 单放研磨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不把商品混来混去 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譬如说,你们在外面会常常看到有什么苹果口味啊 蜂蜜口味啊 草莓口味的香的现香 尤其在夜市市场看到那种印度现香 那种混来混去的 第一,它味道不一定好 第二,如果它可以使用化学原料 或者是精油 或者是任何 离开城乡范畴的这个植物 来做出来的香 那这些都不是我要的 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越高端的香品 它要越纯越好 越纯,它才有收藏的价值 打一个比方说,今天我押装加30% 我也许明天又设计一支产品 这个押装添加了50% 大货天又增加一支产品 押装20% 其余不变 你说味道有没有改变 味道的确 可能会有些许的差异 但是那是在比较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如果你单纯使用 那差异度 你可能不见得会发现出来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混来混去的香品 我今天买跟明天买跟大货天买 对使用者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 有欠再买就好了 那单方的香品呢 我们要求就是要存 原料要存 做出来的香味道 它才会靠近这个产区 该有的表现 那在这个时候呢 它才有收藏的价值 这是我们的理念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最近有一款立香 特别客人定制的 卖的还不错 是复国导加强版 复国导成香 然后再加上这个 野生洋装科 就两种 就这两种 然后 你如果 用 听我这样讲 或者是我用文字的方式呢 把它表达出来 可能不会勾起购买的欲望 但是换一个方式 如果我今天是打 附国导50% 碳化芽妆土层15% 附生红土15% 陈水芽妆可20% 外加粘粉10% 是不是听起来整个感觉都不一样 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啊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在欺骗消费者 那这个也是 我要推单方商品的初心 那我们要走 比较长远的路 基米呢 是一个品牌 而不只是个人的形象 这个是我选择的这个做法 那给你们参考 好 第一集影片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 以后呢 可能固定每个礼拜五会发布一支影片 然后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拜拜